虽然小王找到我的时候 他还是一身酒气 他告诉我说 自己由于工作的缘故 所以经常要跟领导或者客户喝酒 前几年的时候 感觉自己还比较年轻 喝点酒无所谓 但这几年 越来越感到力不同心了 所以小王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在酒桌上既能少喝酒 又不会博了领导或者客户的面子 那么以下呢 我就跟你介绍几个招数 是我亲身使用过的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分享给你 技巧一叫做无中生有 这个主要是在饭局开始前 你就要声明自己不喝酒 那么可以找这么几种借口 其一 饭后要开车 用这个借口要说的全面一点 比如说要送领导回家 领导明天要用车 或者自己开车了 明天必须一早开车出差 总之就是强调 今天必须被打车开回去 而且一定要晚上就得开回去 明天还不行 其二就是告诉别人自己可能在备孕 这个拖子对于女生来说 基本上就是免死金牌了 如果你用这个借口 就不太会有人勉强你去喝酒了 其三就是说自己身体不适 或者正在进行药物的治疗 这个阶段不是饮酒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打算不喝酒的 那么尽量在整场饭局的时候 你就得咬死 不要等其他人一起后 你又喝酒了 这个就是打自己的脸 技巧二 暗度陈仓 那么在喝酒之前 你可以准备以下几样东西 包括毛巾 茶水 深色的饮料等等 为什么要准备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一口酒 喝在嘴里 实际上是咽不下去了 怎么样都咽不下去了 那么可以拿起这些东西 以喝水或者擦嘴的名头 将这个酒吐出来 你要是喝了白酒 那么可以吐在毛巾或者是开水里 你要喝的是啤酒呢 可以吐在茶水里 你要是喝的红酒呢 可以吐在那些深颜色的饮料里 比如说可乐 用这个招数的时候 大家不要做得太明显 千万不要 你刚喝完酒 就立刻拿毛巾或者是饮料 这个就显得比较的假了 技巧三 叫做经缠脱壳 那么当饭局进行到比较热力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已经喝得晕乎的时候 你可以借机去打电话 或者上厕所 从热出去 找个没人的地方修整一下 调整一下呼吸 让食物在胃里消化消化 这样能为自己赢得一定的休息时间 同时可以避开饭局里 敬酒最激烈的阶段 让自己少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出去的时间太长 或者是干脆偷偷溜掉 这个就显得上榜台面了 技巧四 叫做瞒天过海 这个技巧可以用在饭局的中后期 就大家已经喝多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在自己的酒水里 去做些手脚 比如在白酒里 产点水或者雪碧 在啤酒或者红酒里 混入些茶水 在红酒里 加些可乐或者些冰块等等 那饭局其实进行到这个时候 说白了 已经没有人会在意你喝的是个啥了 对不对 也没有人会在意你这个举动了 经常就会变成大家常说的一句话 只要感情有 喝啥都是酒 技巧五 叫做乾坤大挪移 如果你要照顾的客人 酒量明显比你好很多 那么你可以多找一些话题 咱多沟通 多交流 对吧 谈感情 岔开喝酒的势头 降低进酒的频率 那当对方进你的这个酒的时候 你可以多说一些客套话 把每次进酒的这个时间适当的拉长 如果对方抽烟的话 那么你可以多为他点烟 如果你是女生 对方是男士的话 那么你适当的耍耍赖 对吧 慢慢蒙撒撒娇 也是未尝不可能 技巧六 叫做礼带桃江 当你感觉到不胜酒意的时候 可以拉上你的同事 帮你分散一定的火力 或者当客人当中 有人酒量比较好的时候 你可以跟同事一起轮番向他进酒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车轮战 你一个人搞不定 那么拉别人一起去搞定他 那么当对方的这个主攻点牙 你自己的喝酒压力就会减轻不少 这就是典型的以功为首 技巧七 苦肉计 当你发现 以后经常需要跟这几个客人喝酒 但你确实不胜酒力 拼不过他们的时候 那么可以直接坦白的告诉对方 自己酒量是有限的 这一次是舍命赔君子下不为例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这次冲大 应付过去回去难受个三四天 对吧 那么下一次人家以为你酒量真的这么好 就会变本加厉的让你喝酒 这个就有不偿失了 技巧八 缓冰之计 需要明确一点 那么与喝酒的总体量相比 其实喝酒的速度是导致你醉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算是酒量比较好的人 那么一口气喝个三四瓶的啤酒 或者三十分之一瓶的红酒 或者是一口气 然后灌个三两的白酒 那么基本上都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醉酒的状态 因此你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节奏 把节奏尽可能放慢 适当的去增加一个量 不要一上来就快速的大口的喝几杯 那基本上没多久你就倒了 技巧九 隔岸关火 如果酒桌上有人已经喝得震撼 或者注意力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就不要主动的去把话题引到自己这里了 适当的保持沉默 让自己缓一缓 如果这个时候插入到别人的进行当中 基本上就出于什么 就叫淘酒喝了 酒桌上的其他人会以为你是没有机会喝酒 那么大家反过来 会向你去敬酒 一股脑的向你进攻 几小时顺手牵羊 那么当其他人在喝酒的时候 你要赶紧吃点东西 要注意空腹喝酒是非常容易喝醉的 让自己很难受 肚子有点食物了 可以极大的缓解醉酒的难受 十一 树上开花 那么饭局后期 大家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 那么你就可以耍一些小心思了 比如别人敬你酒的时候 你在端起酒杯的时候 故意把这个酒装的满一点 然后一碰杯 对吧 这个酒里面是能撒多少就撒多少 撒出个半杯也是未雨肠不可能 没有人会管你 那么可能碰杯的时候 我们再多碰几次 不是碰一次 我们再碰个两三次 可能大半杯三分之二的酒都会洒出去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少喝不少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好 好